1月1日 黄山风景区迎来了2019年的第一缕阳光 经过前几日的降雪 黄山风景区显得更加妖娆美丽 在云遮雾绕中 远处的山风若隐若现 宛如仙境一般 上午时时续 雾气渐渐散去 蓝天如约而至 云海 雾松 雪松随处可见 一束束松针宛如盛开的冰零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尽情绽放 我们这次来黄山是公司团建过来的 之前虽然也来过黄山 但都是夏天来的 这次我觉得非常难得 来的话山上是有积雪 虽然山下的话是有一点雾 但是到山顶的话还是空气非常好 景色非常漂亮 很激动这一次 我这次是专门从香港过来过元旦节的 专门过来看那个黄山雾松 然后现在其实天气还挺好的下雪 然后雾松风景也很漂亮 然后现在高铁开通了 我直接过来也挺方便 五百里黄山 漫山银庄 一派白雪矮矮的北国风光 为齐松披上了雪白的浴衣 为怪石戴上了棉絮丝的帽子 为山路铺上了薄薄的地毯 山腰间由云海升腾而起 忽而山风吹过又随风散去 让游客仿若自身童话世界 如今 冬雪已成为黄山舞爵之一 为保障游客出行有一个安全的游览体验 黄山风景区各部门全员上岗 积极应对雨雪天气 根据气象部门预判 黄山风景区公安局交警支队 启动恶流天气 应对雨案 全体交警六点到港 在重要街点湖路段安排紧离速导交通 确保来山车辆安全畅通 截至当日十六时 黄山风景区客流平稳 共接待游客9691人 由于雨雪天气 景区提醒晋山欣赏美景的游客 应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交通信息 做好防华保暖等措施 安全出行 文明旅游